好,现在来介绍试算表 CLC的开启 我们先移到左边的启动栏的第一个按钮 好,输入CALC 好,可以看到CLC,我们点选一下 好,这样就开启了 那关闭呢 移到上方的功能表 档案 关闭 好,在这时候呢,再离开 开启的另一个方式呢 也可以运用 这里 这是吴邦兔的功能表 我们打开之后 移到办公 一样可以找到 试算表CALC 如果你每次都是用这方式打开觉得麻烦的话 我们还可以把常用的 应用程式 放在 左边的启动栏 方式是这样子 当你已经开启的时候 我们移到 试算表CALC的 图示 按右键 这边有锁定制启动栏 这时候 我们来做关闭动作 好,再离开 这时候 试算表 这时候呢 试算表已经结束了 但是 它已经锁定在 这我左边的启动栏 所以我们点它呢 就可以开启 我们下期再见 我来说 请不启动栏 请不启动栏